我在台北 我愛康熙 我在海洋 我在海洋 我愛康熙 我在西班牙 我愛康熙 我愛康熙 我在新寮婆 我愛康熙 我在紐約 我在巴黎 我在日本 我在上海 我在義大利 我在澳洲 我在倫敦 我在唐城 我愛康熙 康熙十歲了 感謝全球華人愛康熙 你在哪裡愛康熙 趕快上傳影片 表達你對康熙的祝福喔 好 對 今天這一集讓我來開場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集呢 高興慘了 對 因為我的好兄弟 好朋友 還要出專輯了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一起出道 一起教跳舞 S才知道是誰吧 對 我看他的樣子 應該是夏克力吧 所以他就知道是誰 加拿大總理嗎 加拿大 對不對 講到加拿大 對不對 長長飛 他的死檔應該是從國外念過 說什麼姜瑋文那樣的嘛 我有一個提示 這個死檔 在我的生命當中 它是有非常必要的存在 那我知道 對 我知道了 你死檔的是 哈利波特 對不對 你在模仿哈利波特 搬上那個金頭髮的敵人嗎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們要歡迎雅萍姐對不對 門背後是雅萍姐嗎 不是嗎 他剛剛有飛魚青的表情 所以是飛哥要來嗎 蛤 這不是開玩笑的啊 你到底要歡迎誰啦 我要歡迎我的好朋友 那就歡迎人家 歡迎歐弟 掌聲鼓勵 為什麼你要鼓勵 因為他好位嗎 歡迎歐哥 恭喜你 蘇珊 恭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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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哥麻煩 你好 不是 爪哥麻煩 你好 我記得名字了 對 我記得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耶 是 我記得他在康熙的時候 被你為難過耶 可是我忘記上次為難 你是為了什麼事耶 不是 他沒有為難我 他幫我 可是好像本來有個魔咒對不對 對... 因為是他詛咒 你說出不了啊 也不是詛咒啦 對 就是有一個做菜的節目 那是一個魔咒 對 說什麼 就說那個如果不承認 某個女星是女朋友的話 就一輩子發表 不是啦 不是 不是馬咒 不是啦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對 對啦 莎莎 不是 也不是那個...另外一個 他武器走他人不會怎麼樣 所以後來那個魔咒生效了沒 有擋到你出現嗎 其實真的很神奇 就是後來那一陣子在談 所有的唱片 都很多唱片公司來接洽 對 然後可是後來就不了了之 等一下 剛那一句話是場面話吧 應該是 很多唱片公司來接洽嗎 其實就一家話 市面上有很多唱片公司 兩家 有兩家主動 有兩家主動來表示有興趣 對 然後我也很開心 然後可是經紀公司 經紀人去談之後就會談 我說那後來咧 沒有消息 無疾而終 就是都這樣 很奇妙 然後直到那一次來上 那個節目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那一天他想說 是不是要來做一件什麼事情 來破解那個魔咒 然後我就突發一響嘛 然後就請小孩子幫我切一下這樣 一切 對 然後後面就... 等一下 切那個魔咒劇 他真的出片應該很久了吧 很久啊 有沒有超過一年半 有 一年半 然後中間就... 但你一定覺得切魔咒沒有效啊 有...有效 我真的覺得 因為後來就開始 越來越順利這樣子 就是往這個方向 那一切都是場面畫吧 沒有啦 真的... 裡面應該有感謝徐希弟吧 我來看看 這是打樣 還沒有 沒有耶 沒有 還要感謝你耶 要不要再詛咒他一次 要啊 一定不會買的 我會在那個正式... 因為做人一定要引水思源的 對 我會... 我會在正式版的那個地方 會寫上那個 謝謝小孩子姐 對 你幹嘛那麼迷信啦 你一聽出片就表示 沒有人能為難你啦 我沒有迷信 我其實不迷信 但是因為那個... 這件事情太玄了 OK 對 這太玄了 所以現在是... 等於是... 上次我們碰到他說 他有跳成舞 是發單曲的時候嘛 是不是 對... 所以這次是... 2008 因為很多人一定以為 你出過專輯 真正的個人專輯 真正的個人專輯 你是說四大天王之後 你沒有出過個人專輯 從來沒有出過 對 所以這張跟單曲不一樣耶 這張有兩首 他有十... 他有十首 有十首 對 他有十首 所以你十首的歌曲曲風 都是... 讓人家知道是歐漢聲的曲風嗎 其實我原本錄音之前 我也很害怕 因為以前都在模仿嘛 像他一樣 就是都沒有自己的特色 對 OK啊 你沒有自己特色嗎 好像...其實... 慢慢要有 我慢慢就要幫他找 慢慢有囉 找到嗎 是什麼 有 就是等一下告訴你們 對 你們兩個現在是朋友嗎 我們現在是好朋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他不能做耶 陳漢 你要做嗎 我隨時都可以做的 你要做哪裡 這裡啊 很乾淨啊 你很俗辣耶 很乾淨啊 你在別的節目 都不是這樣跟我講的啊 真的嗎 對 你在那邊講我們壞話 先不要... 那這次出了以來 到現在為止 聽到的反應 會讓你非常緊張嗎 因為等了十幾年才出的話 是很怕人家講一個... 對... 可是因為我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就... 任何回應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聽到的評價都是好的嗎 現在幾乎都是好的 也有一些不好的 對 不好的接受 就會說技巧不好啊 然後... 假音不夠... 假音不夠實 我想說 那假音不就是要假嗎 那假音不夠實 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些都是很好的意見 因為畢竟反正... 不可能 你每次有很好的意見 你都很喜歡跟人家吵架好嗎 對啊 對 所以這樣講你的歌聲 你怎麼可能會願意放過他 OK啊 因為我覺得這次是 第一次打開全部了 就是沒有偽裝了 因為在錄音室 真的是被老師整個撥開 想裝就裝不了 然後想要用誰 誰又不行 然後就是用誰的模仿的技巧去 你有試過 結果被他...被這頓釋破 對 我偷偷用張學友 他說等一下 你這是張學友 抓到了 然後說不可以用這個共鳴 OK 好 那我對不起 我再重新來一次這樣 然後所以就是... 反正就是我啦 所以他才會說 就是This is O.D. 這整張就是我 對 我還以為This is over 嚇死我了 對 好 今天呢 歐漢森除了帶來新專輯之外 他也邀請了他在演藝圈的 死檔門來 然後這些死檔門有一些是 我覺得在我們的檢驗之下 可能也未必算得上死檔吧 因為他來介紹一個美女出來 可是那個美女就是跟他 沒有互相交換手機號碼 是 我覺得今天來的應該都是場面上的人 場面上的朋友 有啦 我有他的微信 歐漢森有把臉 埋在他的衣服裡面 聞他的體味 是 所以這還滿值得 所以味道是值得非常 所以這女生呢 那種味道 就清爽 聞到就知道就是這個人來了 對 這很感人耶 很少人聞得出來 因為他的味道很特別 我不會講 真的嗎 他拿出來我們要聞喔 我們聞聞看 對 就不是什麼香水 他不抹香水 然後也不是那種衣櫃的那種 那種芳香劑的味道 他就是有一種他的味道 我不相信 有他自己的肉味 可是是迷人的肉味 聽說你要愛一個人愛到一個程度 你才會聞得到這個味道 對 所以我們可能聞不到 不知道只有你聞得到 有可能 今天的主角是歐漢生 然後呢 我們讓他坐上主人的位子 好 妳可以 好 歐漢生坐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歡迎這位出場了 好 我們來聞第一種味道 來 歡迎 好感到 麻煩了 他就是我不愛妳的話 我聞不到耶 對 洗髮精呢 其實他... 其實他那個不是圓圓的聞 我現在好像音樂聞到一點 我有聞到耶 有嗎 他這邊有味道 對 是 音樂是我身上的味道 但他那時候聞的 其實是我衣服的味道 所以我們這樣聞到 是妳人的味道是不是 對 人 香水的味道 那他聞的是這一件 對 他聞 他是用力在鼻子貼在上面 用力吸一口那種 那妳現在要脫下來讓我們 不... 因為其實有一次 我是把衣服 掛在那個化妝間上面 然後他路過的時候 他就把整個臉 也埋到我的這件衣服裡面 然後大力吸了一口 然後就說 然後我就... 這是調情吧 我也不知道 他就時不時就會在化妝間 跟我講一些五四三 對 所以妳有喜歡他這樣嗎 時不時在化妝間講些五四三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他就...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很堅定的女生耶 妳說調情都不會產生效果 對... 不然妳想怎樣 一條情他就倒向妳的化妝 對 就是他...他就是很堅定 然後很平衡 然後就是任何的招 對他都沒用這樣 五四三是指哪一類的話 就譬如說 我就是萬一要剪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 莎莎 妳那個曲線太誘人了吧 然後或者是我剛從那個 換完衣服 妳剛剛剪東西那樣 他現在也曲線了 對 我剛剛沒看到什麼東西 我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有曲線嗎 沒有啊 我自己也覺得沒有 我會拍他 偷拍他 對 他很喜歡拍我 然後傳給我說 妳剛剛真的好漂亮喔 妳沒有半秒曾經接到過 那個短訊跟照片之後 想說天啊 就是他為我心動了 完全沒有 因為我一直覺得 他是在跟我開玩笑 而且我也就是 時不時就跟他說 我有一個交往很久的男朋友 所以你不要騷擾我 我真的不會上溝 但他還是一直要挑戰我 所以我就覺得 他一定是在挑戰我 我還是在跟他比 他男朋友的腹肌 跟我的腹肌誰比較明顯這樣 是你男朋友的事 是真的還假的 真的 他男朋友的腹肌很明顯 對 沒事我瘦了 我說 莎莎看一下 腹肌腹肌好不好 他說 我男朋友比較明顯 我說少來 然後他就拿照片給我看 然後就給我看他男朋友腹肌 然後我就活大了 我當天就一直做養護士做 對 現在不在了 換人了嗎 沒有...我刪掉了啦 為什麼 因為也不好意思放在手機裡面太久 男朋友的照片 為什麼不好意思放在手機裡 不會 就是...沒有啦 想要做我們的椅子嗎 沒有... 怎麼越講越沈重了 對啦 分手啦 沒有...沒有分手 是那照片可能沒有... 他沒有腹肌了 他用腹肌分手 還有腹肌但是... 也沒有變胖子 因為他就是之前前陣子被周刊拍到 太胖了 所以他就是就積極在減肥 然後練腹肌 妳男人是明星嗎 不是...就是路人而已 路人被拍到 對... 莎莎今天不是真的朋友 因為聽說你們兩個 根本沒有一對衣吃飯過 對 但我有載... 他有載我回家過 對 這可以講嗎 他開車載你 這可以講 這可以講啊 OK 妳開車載他 什麼動機 沒有 就是那天... 他自己不是有開車嗎 他那天剛好沒有開車 然後就是我要回家 因為我也是只要一收工 我就會用火速的方法 換衣服就要回家 然後他就會說 莎莎 你今天開車嗎 然後我就說 他說 那你可以順路載我回家嗎 然後我就說 好啊 妳有懷疑他想幹嘛是不是 沒有 我就覺得就是怎麼會 等一下 妳這樣沒有為什麼點頭 沒有 沒有 然後我就載他 然後其實全程 他就一直跟我聊很多他的心事 像什麼 就譬如說 他說他私底下 其實也不太喜歡講話 然後也不是像 就是螢幕上面就是 為什麼要跟別人講這種事 對 這些都... 因為妳也沒有好奇 他私底下是怎麼樣吧 對 他可能怕 車上的場子 沒有 最重要是他下車之前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第一個不是這樣吧 這很調情啊 對 然後我就說 你趕快下車... 就這樣子 所以你整個認識他的故事 他都在調性 對 全程 你看 你就一直在調性他啊 對 很好玩啊 親一下萬一翻什麼是怎麼辦 萬一他親了怎麼辦對不對 對啊 可是他靠過來我就會嚇到了吧 對啊 你講這種就是往後泡啊 萬一當時真的親了呢 親了再說 而且我那天是 你在外面應該有好幾個孩子了 好嗎 歐漢生可以建議為私底 一切是為了賈靜雯 私底今天要來講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耶 他說歐漢生跟他混熟 是歐漢生要追賈靜雯 怎麼錄啊 對啊 傻子 我們還一直快叫姐夫 所以你跟賈靜雯交往的時候 你跟他不是朋友嗎 不是 你跟賈靜雯交往的時候 他還沒有弟弟嗎 你問你二問事 所以賈靜雯在那邊 他應該是三個多歲 他應該是三個多歲